欢迎收听来人听书 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王子梦 这个公主也不例外 让我们走进公主的世界 聆听马西亚可瑞的 相信童话的公主 第十一章 情感之海 道路弯弯曲曲 布满灰尘 公主每跨出一步都需要小心翼翼 肩上的包也愈发沉重 一路上 他全心全意的思考 王子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问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应该责备谁 如果他改变做事的方式 会不会改善两年的关系 他努力搜寻着 没 不断寻找答案 后来 头开始突突抽痛 但他仍在苦苦思索 他疲倦的靠着一棵老树坐下 周围有一丛灌目 看起来似乎干枯了 公主想等干粮吃光后 自己说不定也会变成这样 我们也许会渴死 要么会被石头扭了脚踝 或许刚才掉进陷阱 自从上路以来 维基就一直含糊不清地唠唠叨叨 维基 看在上帝的份上 我最需要的就是你能支持我 瞧瞧这条路 又脏又可怕 周围都是半死的怪木丛 而我们这么孤单 不知该往哪里走 维多利亚拿起旅行带 翻找出了皇室地图 解开银色丝带 小心翼翼地打开羊皮圈 这也许能帮助我们找到路 公主认真查阅着地图 同时 摇了一口随身携带的饼干 我唯一想知道的 就是回家的路 维基脱口而出 我们最好立即回家 否则王子会另觅心欢的 对此我无能为力 公主虽然这样说 心却在剧烈地狂跳 你必须回去 不然 他就会为别的公主摘红玫瑰 插在水晶瓶里 装点皇宫 他健壮的双臂 会搂住别人 就算我们回家 他也不会那样对我们 你知道 他不会 为什么不能回到从前呢 维基痛惜不语 不可能就是不可能 可是 别的公主 会抚摸她那黑月般的头发 那是属于我们的黑发 那个女人 走进房间时 她会高兴起来 眼里闪动着亮光 那曾是为我们闪动的亮光 如今 却为别人 我不能忍受 我受不了了 求求你 求求你 我们马上回去吧 维基乌咽道 维多利亚双手捂住耳朵 尽量不去听维基的话 可是 他听得一清二楚 她的眼中 似乎看到别的公主 正拥抱着王子 与王子 亲亲我我 那是属于她的王子 她的迷人 英俊的王子 维基 维基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实在不知道 这都是为什么 到底是谁的错 可是 我知道我们不能回去 你也知道 不是吗 没有王子 我可活不下去 我不能没有她 维基 尖叫道 失去王子 就像有人 砍去了我们的双臂和双腿 这样说太可怕了 维多利亚应道 然后 越温柔地补充说 虽然可怕 这是事实 医生 从没告诉我们 这个情况 就在那时 一团乌云 遮住了太阳 维多利亚的世界 在疑惑中 变得昏暗起来 一阵凉风吹来 她不禁 打了个冷战 显然 对于暴风雨的来临 她完全 不知所措 我们快找一个 躲雨的地方 说完 维多利亚 慌忙地 把地图收回方里 很快 大滴大滴的雨中 就落了下来 你看 维基又哭又闹 整个世界 和我们一样难过 这样的境况 使得维多利亚 也哭喊起来 雨 下得越大 她们的哭喊声 也越高 她们的哭声越大 雨 就下得更大 似乎整个世界 都在和她们一起 哭泣 调破大雨 很快 就使地面上 出现了小水坑 渐渐扩展成了 大水坑 雨水 混含成泪水 一直不停地落到地面上 水坑 变成了 翻腾的溪流 流淌得越来越快 最终 流水 汇成了汹涌的洪流 卷走了地面上的 残枝败叶 起初 公主并没有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她渐渐 忐渐不安起来 因为急流 卷起了她 拖上去 又沉下来 一会儿 由树枝撞倒她 一会儿 又被流水弹回 她的身体 不由自主地 随着洪流 转来转去 我害怕水 维基紧张地大叫 我知道 维多利亚叫喊着 就是因为这个 上大学时 我没有选修游泳课 都是你害了我 现在没时间 讨论这个问题 维多利亚 一边叫喊 一边抓住 旁边的灌木 她用尽全力 但在水流中 根本就无能为力 维多利亚 快看 但是 太晚了 一片汪洋大海 映着一边 哎呀 我摸完了 公主 被冲进了情感之海 她只觉得呼吸困难 惊恐万分 锋利的石头 以及树枝 在她周围打旋 尽管海水冰凉 她还是奋力挣扎着 希望能浮起来 强劲地潜流 用力拖住她的脚 雨水无情地 砸在她的脸上 头上 我们肯定会被淹死的 围机吐出嘴里的咸水 接着哭喊道 再让王子能来救救我们 公主双手扑打着水面 双脚一阵乱踢 大声呼救 海水又一次淹没踏实 她似乎看见远处有什么东西正飘过来 在此浮出水面时 那东西还在 原来是一 救救我 救救我 她私生历劫的狂叫 心中祈祷着 船上的人能有救人的经验 也许是一位勇敢 迷人 英俊的王子 出海行游时 不巧遇上了暴风雨 也许是一艘皇家海军的舰艇 公主仍然大声呼救 可是无人回应 当船只靠近时 她总算了解原因了 船里没有人 而且 比她第一眼看到时 要小得多 不过 是一艘滑井 滑井飘过身边时 她一把缝里爬了进去 她太虚弱 她想 如果能休息一会儿 也许可以增加一些气力 所以她一只手紧紧抓住一侧船弦 再费力地抓住另一侧 刚坐稳 一个大浪打来 她摔倒了 她精品力尽 之后伸开四肢 平常在船底 小船摇摇晃晃 船上两边还系着两只滑脚 我还以为我们就要淹死了 现在再怎么办 维基问 等我有力气了 再把鬼按边去 不过首先 我必须要知道方向 公主 费力地坐起来 望着北方 也许是南方 她无法确定 这似乎不会影响上岸 可是放眼望去 周围除了漆黑而汹涌的海水 什么也看不见 太可怕了 维基的声音颤抖不已 维基的声音颤抖不 别害怕 只要找准方向 就不会有问题 都是因为你才害我们现在一团糟 我要回家 如果你再不闭嘴 让我好好想想 我们就会死在这儿 我早就告诉过你 离开王子 我们会死的 维基愤怒地指责公主 你不相信我 你最好相信我 维多利亚 求求你维基 我现在没有时间和你讨论这些 太不公平了 世界有那么多王子 为什么偏偏只有我们的王子被魔咒控制了 维基 我现在只想考虑一件事情 他许下诺言 会永远爱我们 珍惜我们 当时 我应该让他发毒誓 因为 他竟然违背了诺言 他真可恶 不仅可恶 而才令人讨厌 都是因为他 我们才不得不离开 我恨他 他毁了一切 毁了我们的一生 我无法忍受 维基 低一叫喊着 我们在舱底 双脚乱踢 双手乱打 直至手脚抽筋 伤痕没 错了 一切都错了 这不公平 我们就要死了 停下来 停下来 听到没有 维多利亚生气了 你赶快安静下来 你在那儿 又是奸将又是乱七 我无法思考 天空更加昏暗了 雨点重重拍打着海面 大海释放出自己的愤怒 海浪无情地 把小船抛来抛去 公主靠下船的一边 她和小船在暴风雨中 茫然不错 她被海浪 从船的一侧扔向另一侧 再从另一侧摔回这一侧 远两次几乎都快要带入海 我要回家 维基的哭喊声 被呼向的风声吐没 谁来帮帮我们 上帝啊 医生 有人吗 把我们救出去 让我们远离暴风雨 远离小船 让王子变回从前的样子 让我们回家 我会做得比以前更好 我会让自己更加完美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我保证 我发誓 我正在胸前画十字 真心发誓 天啊 现在我的手忙不过来了 无论如何 这还不是等死的最佳时机 船底 却是渗水进来 公主发狂的 都双手 拔水 出去 可是 水 却越积越多 这也能称作救生艇 维多利亚说道 都是我的错 我知道 刚才我疯了 用拳头乱打船底 是我打破的 维基 你会有这么大的力气吗 我表示怀疑 这艘小船 已经很旧 而且又小 经受不住狂风暴雨 和汹涌的海浪 海水在升高 维多利亚紧紧抓住脚 我们要马上离开这里 可是 不知该往哪 会不会把方向弄错了 会不会往那个方向都无法靠岸 会不会还在原地打转 我甚至不知道 维多利亚一言不发地滑脚 第二天清晨 他乍也滑不动 他放开脚说 我们恐怕 要和船一起沉下去了 没关系 维基说 我也不想活了 连旅行带都不见了 小船 慢慢下沉 维多利亚 却有了新的计划 也许 可以用什么东西 召唤另一艘船 看起来 你遇到大麻烦了 一个声音传来 是的 再这样下去 踩水就会盖过我们的头 维多利亚的回答 没有一丝犹豫 很聪明 确实是真的 我想你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 救救你自己 声音回答道 救我 我一直都在努力 德纳 你是谁 你在哪里 公主一边问 一边四处松寻 救救我 救救你 救救我 突然 一颗灰色的脑袋 伸出水面 你好 我在这 小东西 一边说话 一边抖动着睫毛 这个动作 使公主想起了王子 我是多利 一只海豚 你好吗 不过 我能看出你现在不太好 你还不错 手里抓着两只脚 以前我在这里发现的人好多了 一只海豚 会说话的海豚 我知道海豚会互相交产 可是我实在不明白 你到这里是为了救我吗 在这样的危急关头 是你来救我 太可笑了 我还以为是一位王子来救我呢 亲爱的 没有人能救你 我不能 王子也不能 任何人都不能 你的意思是你 就让我这么沉下去 不是 我的意思是会让你自己沉下去 也许现在 也许下一次 除非你学会游泳 下一次 下一次 是什么意思 就算这一次 我把你拖在我的背上 从暴风雨中 安全把你送回陆地 可是下一次 暴风雨来临时 毫无疑问 你又会陷入困境 这条道路 经常会碰到暴风雨的天气 我正在努力 不要自己沉下去 维多利亚说 我已经告诉过你 避免沉下去的方法 是学会游泳 可是 维基一直都反对 所以 你一生都只能想办法 不让自己沉下去 正如你现在只能观望 等待一艘完好的救生艇来救你 对 没错 这就是我们需要的 维基脱口而出 你能帮我们找到一艘救生艇吗 可以 但是 对你们没有好处 救生艇也会沉默 这样的事 太普通了 多利说 救生艇可不是为了沉默 而是为了救人 维基愤怒了 维基愤怒了 许多事情 并非像我们想象的 即使爬上救生艇 以为自己得救的人 也会被淹死 真的吗 维多利亚问 是的 是的 当你第一眼看到这艘救生艇时 你认为自己得救了 可是事实上 它又小又破 摇摇晃晃 雪很快就会胜进来 的确 的确如此 维基地狱 你失望地抓住它 你明知会同它一己沉默 也抓住不放 是的 维基愤懒地说 突然 它有了办法 我知道了 你可以带我们离开这里 带我们穿过暴风雨 你是海豚 海豚都是拥有健将 况且 你那么聪明 你肯定知道陆地在哪边 我知道 可我不能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 你给一个人吃一条鱼 它可以活过今天 但如果你将会它捕鱼的技巧 它就可以活一辈子 这就是原因 谁在乎那些笨人和它们的鱼 维基十分不满 你必须帮我们离开这里 水位越来越高了 我只能教你如何自救 自救 怎么做 维多利亚问 先离开再说 海豚回答 维多利亚 维多利亚 他的话 是什么意思 意思 是离开小体 你不明白 维基 冲着海豚大呼大叫 我们已经说过 我们不会游泳 是你不明白 你可以游泳 如果你不愿意 我可以教你 维基总结道 我们又冷又累 水也太深了 如果我们现在学 肯定会被淹死 如果你现在不学 你才肯定会被淹死 维基 开始尖叫起来 紧紧抓住船弦 不行 我不能放手 就算船要成了 你还是能活下来 知道这一点很重要 就算船到你也要 在这种攻击 没有必要 完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